提供哪些资源,给大家补充资料里面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上课 准备的时候,我会 把一些我以前找到的资源放上来 Eclipse不用讲,其他应该没问题 电子书部分,像Eclipse基本的操作在这里 你点下去之后,里面就会有一些 一些基本操作说明 比如说怎么去下载Eclipse,然后使用的方法 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些安装 另外怎么样中文化,不过前面部分你们不用做了,因为这些动作我都做好了 并且已经把它包装在 那一个环境里面了,所以这些都是我已经做 那这里的话呢,比较需要注意就是怎么样 就是使用这个环境 大体上,我们平常在用也差不了多少 这底下 至于说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介绍 大概你们 操作上面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可以看这里 那至于说你要详细一点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使用手册 这个使用手册 总共200多页 把 等于是 Eclipse里面 你应该需要知道的 甚至你不需要 你可能用不到的功能 它里面都有很完整的说明 所以这边的话呢 也提供给各位 就是说 反正你有空,或者是说有时间的话 尽量把这个工具 把它彻底了解 因为它可以增加你的产能 增加你的产能 那再来就是说呢 其他相关的讲座 平常有空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下来 然后 甚至可以把这些阅读一下 相关太多了 甚至物件导向的观念 这边都有 等于是一大堆的电子书 都在这个地方 另外还有一些 相关的说明 那除了这些之外 像 一些相关的网站 比如说 我就蛮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个 Google Android 这个部分当成一个目标 因为现在这个部分 正好是当红 那你会发现 他才推出不到 两年吧 一两年的时间 可是 他的成长力道 实在是很惊人 那未来呢 这个部分 我觉得 很有可能很多 小型的装置 都会 被Android给 入侵 而且甚至占有率 很容易就 提升起来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 这边就是他的 Dunload 你要Dunload他的SDK 也就是说 你要在 Java的SDK 的 底层 当底层 那Android的SDK 再把它加装上 也就是他是在这个 就是说在Java的SDK 之上 再装一个这个 Android 那你可以Dunload 这个Windows的 SDK 来使用 另外他的参考说明 你会发现呢 长得跟 这个Java的说明 很类似 比如说他的套件 里面有哪一些 然后呢 他有哪一些class 可以用 这边都有哪些方法 有没有 他长得 几乎都一模一样 有点参考那个 就是Java的 那个说明来的 另外呢 如果你要 一些resource 比如说 范例 Hello World 这个第1个范例 怎么去做 这边都有教学 那你会发现 他有步骤 有没有 他用的环境呢 就是用什么呢 Eclipse来做的 也就是说在Eclipse里面呢 就可以开发 Angel的程式 直接就可以开发 那至于说你要怎么新增 你就专案的时候呢 选择是Angel就可以了 好那这部分的话呢 将来如果有 机会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来试试看 这个是很有趣的 那至于说你 需不需要马上买一只 这个 Angel手机 我觉得 大概 如果你的 财力雄厚的话 那当然 没问题 如果你财力 没那么雄厚 你 基本上可以用 所谓的模拟器 我记得好像他这边也有模拟器可以下载 好像在哪一个地方可以download 可以download download他的一个模拟器 那个模拟器 就可以直接 拿来 run 这个 Angel的那个环境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模拟器 我自己好像也 我有个模拟器 也是可以直接模拟 像那个 Angel的环境 然后来 把开发的结果呢 丢到那个里面去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 知道说你到底 写出来东西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 手机上面 执行的很好 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你们 可以试试看 至于其他的 其他的 相关的连结 不妨也可以 可以点点看 然后俱乐部开发环境 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官方的教程 那这个教程呢 其实也提供了蛮多的资源 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sample可以用 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推荐的一个连结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蛮多 相关的 get start 比如说你要怎么 然后怎么learning 这个java language 然后你要怎么开始 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Hello world也有 怎么开始 然后呢 但是他这里是介绍你用那个 Netsbeams的那个 IDE的开发环境 怎么去使用 相关里面 这个流程 你都可以去看 只是说他有个缺点 就是全部英文的 也是一样 不过呢 你 或许可以装什么呢 Google的那个工具列 这边有翻译的功能 你当然也可以 去做翻译的动作 然后透过 这个学程式 顺便把英文学好了 这也是一个方式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一声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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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声 评论